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每日财经快讯 GoMarkets一站式全中文服务 为您的交易助上一臂之力 今天是12月24号,星期二,我是Vanessa 首先我们来看一下昨天的市场情况 由于假期将近,市场比较清淡 周一澳洲股市波动较小 澳洲200指数收盘微跌31个点 跌幅约为0.46%,收盘价6785点 美股方面周一收盘美国三大指数都略有收涨 再创新高,黄金价格依然在1480多的位置徘徊 目前报价1489美元 石油价格波动很小 布伦特原油价格依然在66美元附近 澳元美元目前报价0.6922 澳元人民币4.8539 比特币价格略有上涨 现在是7343.5美元 那我们接下来先看我们的第一个话题 因为明天就是圣诞节了嘛 所以说我们来聊一下 我们有没有一些什么小愿望 或者说小梦想 那不瞒大家说呀 作为女生 我的小愿望 小梦想就是买买买了 尤其是买包 我相信大多数女生都逃不过包包带给我们的吸引力 特别是当现在那些品牌一旦推出了新包之后 微博上的大V 还有微信上的公众号都会疯狂的推送 然后给大家买下一颗颗想买的种子 但是呢 总不能出一个新包就买一个吧 因为也没有那么多钱嘛 对不对 这样子手也不够剁的 那我怎么办呢 我就只能忍住不买了 不过我有一个朋友 他有特别独特的解决方法 这里可以分享给大家 我那个朋友呢 每当他遇到什么想买的新包的时候 他就会在家里找出他以前的旧的 可能不太那么喜欢的包 他去挂到那些二手奢侈品交易网站上去卖掉 卖掉之后呢 然后他就自己再添一部分的钱 这样子他就能够买到一个新的包包了 那我们现在平时刷微博也能看到吗 现在国内的那种二手奢侈品交易网站的广告 铺天盖地活跃程度非常的高 那不仅是二手奢侈品交易网站 二手奢侈品交易市场啊 现在在澳洲二手车交易市场的活跃程度也是非常的高 我去查了一下数据发现 2019年澳洲的新车销量是比2018年有所下降的 不仅仅是有所下降 是2019年的每个月的新车销量数据都不及2018年的同月 但是呢在澳洲的二手车交易市场 它的销售数据是依然非常稳定的 那在澳洲大家有一个非常熟悉的二手车交易平台 叫做Car Sales 当然Car Sales它不仅仅做二手车 它也做新车的销售 那这个Car Sales我们可以看到它现在的市场占有率已经是达到了90%以上 这是一个非常恐怖的数字 达到90%以上的市场占有率平台它已经是对这个行业有垄断的效果了 那我们也可以看到从今年一月Car Sales到现在的股价已经上涨了70%多 就从今年一月的10块多出头一股的股价涨到了现在的17块多 那我们就可以很清晰的发现支撑它股价上涨的原因是什么 其中一大原因我想就是它对于这个市场的强大的垄断效果 那我去查了一下Car Sales的年报 我发现他们现在就是不仅在澳洲的市场占有率非常的高 他们还在积极的扩展海外市场 目前呢就有亚洲拉丁美洲等等等等 而且他们的数据显示他们在海外市场的销量 已经达到了澳洲本土销量的7倍之多 那作为投资者呢我们是不是可以从Car Sales股价的上涨中得到一些启发呢 像Car Sales这种公司呢在本土的市场占有率非常的高 而且他们还在积极的拓展海外的市场 而且我想说的是他们能够受到的经济下滑的影响是非常小的 那这一类的股票都是我们作为投资者值得去重点关注的 那下面呢我们来讲第二个话题 相信圣诞节啊大家在家可能会看看电影或者说聚聚餐什么的 那在这里呢我就想给大家推荐一部我个人非常喜欢的电影 叫做《十二诺汉》 这是一部1957年在美国上映的经典的黑白电影 非常值得一看 那电影的剧情呢讲的是有一个18岁的少年 他被指控杀害了亲生的父亲 法庭上呢正在等待着宣判 那我们电影里面有一个十二个人组成的陪圣团成员 他们会对这个孩子是否有罪和无罪 最后做一个最终的结论 他们必须要得到一个一致的决定 如果说孩子被判有罪的话 他就会被送上电影执行死刑 那一开始呢由于人证物证非常的齐全 那十二个陪审团成员里面 有十一个人都斩钉截铁的认为孩子是有罪的 那只有一个建筑师 他们可他对这个案子有产生了一点点的怀疑 然后最后电影的结局呀 我相信大家都能够猜到 就是从一开始的十一个人都认为孩子有罪 到最后十二个人全部认为孩子无罪 孩子也被无罪释放了 好 电影的具体的剧情和过程呢 大家可以自己去看电影 我这里就不剧透太多了 我这里想跟大家聊的是一个话题 就叫做偏见 这个电影里面啊 有一个陪审团成员 因为他自己与儿子关系不好 然后还断绝了父子关系 所以他一开始就是带着极大的偏见 来看这个案子的 他认为年轻一代 他是对年轻一代都是仇视的 所以呢 回到我们个人身上 我们在生活当中啊 都或多或少的会有一些偏见 因为我们人的经历和感受都是有限的 所以说我们可能会带着自己过去的经历 情感 喜好 来对事情做出判断 那在交易上呢 我们有没有因为过自己的偏见 而做出一些盲目的投资呢 像我有一些朋友啊 他就喜欢喝奔赴的红酒 或者说是国内的五粮业和茅台 他就只中情于投资这类的股票 把自己很多投资的钱都放在这一类的股票上面 那其实我想说这样子的做法是非常的危险的 因为这样子风险就会比较高嘛 那我们作为投资者呢 我们一定要牢记 我们要去进行判断 但不要仅仅只依赖自己的判断 我们最终做的决定是要基于市场 基于事实 基于公司 基于价格的 因为我们一个人 我们抱着再坚定的信念 你也是影响不了股价的 价格它永远都是被大多数人在市场上的预期而影响的 所以最后我想说啊 大家在投资的时候 一定要尊重事实 尊重真相 不要过度依赖自己的偏见 自己过去的经历和判断 最后想提醒大家 在圣诞和新年期间不同的产品会有不同的修饰时间 那具体大家可以查看我们GoMarkets小助手的朋友圈 或者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 03-8658-0603 或者03-8658-0602 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 祝大家圣诞快乐 也预祝大家新年快乐 再见